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各种各样的名条都出炉了 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看森林里的熊跑得快慢 而是要看那两个猪队友 谁跑得比较快 所以现在这两个人能够拼的命 要把别人甩在后面 所以各式各样的名条都出来了 不但要把这个人甩在后面 而且要想办法把这个人推出 比赛的赛局之外 那样就可以温咚咚的赢 所以现在是会内赛 先是资格赛 现在资格赛就是国民党 跟民众党在打资格赛 打完资格赛之后才会进入总决赛 那你去看看三立 民事 自由时报 现在在帮谁 你就知道谁是落后的 就是这三个报纸 是会现在明条的逆指标 他拼了命在帮谁做球 就是那个人是比较弱的 好 这个道理很简单 好 所以我暂时先不看明条 反正在未来的40天三多 明条多 弊案多 匪谍多 不信的话大家看看吧 好 今天我们要来延续一个很棒的话题 就是马总统到台中帮江启臣博士站台的时候 直指蔡英文的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他的论文显然是假的嘛 第二个就是他的学位啊 自称为伦敦政经学院毕业这件事情是假的嘛 因为graduate就是你学分班 念完了也是graduate 如果你今天是个博士 学校不会这么没有礼貌 在恭贺你的时候不去写doctor 而且很重要 你知道当一个人包括我在台大毕业 人家提到校友都会讲说 比方说1984年 这个农推学士 在wisconsin的话就会写到1991年 ma from public policy 1995年phd from journalism 一定会这样写 后面会括号 会把你的戏别 毕业年以及你的头衔通通写进去 抱歉 蔡英文没有 就是没有 所以马总统的质疑是完全正确的 要非常感谢马总统 果然是这个总统 他的这个高度啊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话一出之后 台湾呢掀起了一片的讨论 你看我们讲了四年多 如果现在会直接报导我们的新闻呢 只剩下中时电子报跟这个中天的中时的新闻网 其他呢都没有讲了 对不对 TVBS还有一度不敢跟我连线吗 因为说好像不能跟通缉犯连线 谁说不能跟通缉犯连线 这我连通缉犯连法院都出庭了 还有什么 连法院的这个线上出庭都准许的 还有什么好不那个呢 对不对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通缉犯是怎么来的嘛 将来谁通缉谁还不知道呢 快了哈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马英九旋风 马总统不会讲了一两分钟而已 结果总统府出来打脸 联合报 TVBS 中天 台视 东森 还有当然三明治 当然三明治是反指标了 其他的通通都报导了 那不是很好吗 丞相起风了 有朋友跟我说 哎呀丞相起风了 我说没有丞相已经飞起来了 飞到火星了 所以在这一波谢谢马总统 我其实说真的 如果台湾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愿意把这个话题继续延烧下去 肯定盘踞版面 为什么 别人会说 那个蔡英文就已经要下台了 你讲他干什么 哎对不起 这共犯集团里面好几个人还正夯的 有一个萧美琴啊 米琴嘛 现在要当副总统啊 而且他的这个态势 他将来可能是总统啊 赖清德是选总统当副总统啊 肖美琴是选副总统当总统啊 不信你看啊 全世界没有一个副总统是单独自己 回来介绍自己说 哎呦我是副总统参选人 真的没有 自己开记者会的 我真是了不起啊 那接下来还有啊 陈其迈啊 不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还有一个很喜欢大放厥诀的谢大使啊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都还在台面上嘛 好 讲到陈其迈啊 这个很有趣 不过我们首先来看啊 这个总统府发言人 林玉禅你应该收到了我的二官三了啊 我其实很不甘愿 我很想给你要一千块 因为我们这个书赠送啊 是要赠送给看得懂的人 装睡的人啊 我不想把这个书浪费给你当枕头 那如果你看了我们节目啊 你良心有知啊 麻烦你抖那一千块进来啊 标明说我是林玉禅 好不好 我爸从小跟我讲说 不要白拿人家的 不要白吃人家的 所以去人家家里一定无论如何 一定要带个punchu 这是我从小被我父亲的教诲 我记得我这一生 唯一一次到过柯文哲在新竹的家 那天我永远难忘 那天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因为我答应柯建民下新竹去帮柯建民跟柯文哲这个双科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新竹中学前后的校友 所以他们就在新竹中学附近呢 就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 那时候刚好是大家都要选举 所以叫我去帮他主持一下 那我就好吧 那柯建民是老朋友嘛 我就好 那我就下去帮他主持啦 那主持完了以后呢 呃我再讲一遍哈 我今天帮任何人这种选举或相关的忙 我都从来没有拿一毛钱 所以这个柯建民柯总招 如果你的账上有出的话 那一定是你的助理A掉的 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毛钱 用钱想要买通我 你门都没有 我的意思不是说 他没有用钱买通我 不是 只要我甘心乐意为你做的事 我从来不要任何一毛钱 机票高铁都自己出 好 那天呢 就跟柯文哲第一次私下见面 见完面以后 柯爸爸一直要我去他们家吃个便饭 可是你知道那天下午我要录政经限时批 所以我非常的为难 可是柯爸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柯爸爸 我就想起我过世的父亲 我父亲也是当老师 虽然他没有办法进师范学院 他付不起钱 他是自修 取得同等学历 那柯爸爸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穿得我很喜欢柯爸爸的气质 他从来不说话也不多说话 那天他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来啦来吃便饭啦 好不啦好不啦 那个眼神让我无法拒绝 否则我从来不会去采访 对象的家里面 那天因为下午我要主持节目 我在这个伊甸市大概三点钟 不是伊甸市是 我忘了是伊甸市还是民事 我有点confused 民事对 嗯 好像不是民事 好像是伊甸市 不管 结果那天 外面下着滂沱大雨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抗拒柯爸爸那个 非常温柔 具有说服力的眼神 真的 我说好 好 但是我半点钟就要走 结果那天呢 我没有开车吗 因为到新竹都是交机车车 我就跟他讲说 不是这样 我说他说要不要一起到 我说没有 你把地址给我 我半点钟 我二十分钟 我再过去你们家 我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 去任何人家拜访 不要空手去 我特别叫了一部计程车 在新竹市绕了半天 绕了一家水果行 买了一个水果 做伴酒淋得满身湿 因为外面下着滂沱大雨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到柯文哲家去吃饭 柯妈妈也很亲切 说实话 可是柯文哲那天的态度没有很好 我差点想走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因为柯爸柯妈可能没跟他讲好 他说 那车记家来 他就真的讲了这么一句话 怎么请记者来 我当时不太愉快 我很想站起来掉头就走 你就是我爱吃你们家的饭 好 那个都题外话 我没有拴谁的意思 我只是回到当时的现场 就你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吗 那天 我匆匆忙忙的吃了一顿饭 谢过这个 柯爸爸柯妈妈之后 我赶到高铁 结果我匆匆忙忙 我要搭北上的车 我搭错了 我搭成南下的车 你知道如果 因为那天我太太不在 她出国去 这样子 所以如果那天我没有及时发现 震惊 现实批 会是史上第一次开天窗 那个场景我永远记得 而且那个场景 跟我的一念之间 富人之人还有一点关系 你知道我上了高铁以后 我就拿了我的票 我搭错了 应该是北上 我搭了南下 我拿了我的票 到了我的车厢 看到我的位置之后 我最奇怪 我位置上怎么有一个人 在那呼呼大水 我第一个想法说 算了人家呼呼大水 我就旁边还有空位 我就不要叫他好了 我就旁边坐就好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 可能我的离去的脚步声有点大 那个人醒了 你说 啥事情 我说 拍摄你那些车厢是不是 他说 哪有啦 我就在车厢了 那我就拿给他看 他说 你这是要去台北的 我说哈 你知道那时候列车门 已经缓缓快要关起来 我把腿就冲 冲到列车门的细缝 我真的差一秒钟 不然下一站可能就到台中去了 我来不及了 我就这样子 从细缝中钻出去 然后飞奔到北上的月台 所以那天正經 看現實區沒有開天窗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私底下跟柯文哲見面 是他爸爸邀我到新竹的家 去吃了個30分鐘的飯 好了 我真會扯 我扯那麼多幹嘛呢 好 我扯了半天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 他很有趣 他嗆馬總統說 他說 無論是蔡總統的博士學位 或是2011年6月 拜會倫敦政經學院的行程 凡是具備有基本數位能力的人 都可以經由上網輕鬆查到正確的訊息 哇 我一看 我應該具有基本數位能力 就我這個年紀的年輕人來講 我的數位能力應該算挺好的 我帶過學生開發全世界第二個通訊軟體 只是因為台灣沒有那個資金 沒有那個環境 所以後來被什麼微信 被這個line 給超越了 那我還做過比room meeting 更早的視訊跟視訊會議 只是我們太早了 各位可能永遠不知道 全世界第一個搜尋引擎誰做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是台大資工系的教授 可是台灣真的是一個沒有創投環境的地方 台灣第一個搜尋引擎是台灣的大學的資工系教授 帶著學生團隊做的 結果後來被google被這些東西超越了 好了 這講的話長 我覺得我的數位能力不是很差 就中等嘛 那我曾經服務過全台灣大學的數位媒體組 全台大師生我曾經服務過短暫的兩三年吧 這就引起我的好奇跟不服氣 那我就上網查一下 我就數位一下啦 我得到了以下的發現 太有趣了 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國家司法被要升官發財的畜生控制住 他們不依據法律要寫什麼就寫什麼 中正萬華立委候選人李慧希博士 用法律和事實 邀你一圈二套三捆剷除司法二關 是否在旁邊 再加上旁邊 川匙ive 在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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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就看到了陳其邁在臉書上 貼了一個想當年我們一起作弊的日子 我就看了 這個很有趣 那11月20號陳其邁的臉書 奇怪 他貼了 結果 陳其邁也響應了這一波 大家紛紛來貼跟蕭美琴有多熟 他一開始就發了一張2011年 他們隨著蔡英文去歐洲訪問的合影 這張照片五個人合照 蕭美琴笑得很開懷 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就在這個臉書發了不到一個小時 陳其邁立刻抽換了他的照片 抽換了什麼呢 內容也改了 說我們到日本的行程 蕭美琴沒有笑容 而且還躲在這個角落 一個比較不容易看到的地方 那 奇怪 陳其邁為什麼要把蕭美琴照得很燦爛的一張照片 突然換著一張他躲在角落 好像不是主角的照片 難道他是不太希望蕭美琴搭當副總統嗎 難道他是希望他自己來搭配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而 這張內文也改了 還讓人家覺得 這個各家新聞報導出現了一個圖文不符的一個狀況 這一個 臉書一共改了六次 哎呦好敏感啊 這個是 什麼反共大陸的宣言嗎 一個歡迎蕭美琴的照片跟內文也改了六次 這怎麼回事呢 好 原因就要看看下面的這則新聞 因為啊 當時 這2011年6月 他們去歐洲的這一趟 是去走了一趟作弊之旅 不曉得是哪個豬隊友幫他貼了這張照片 就哪壺不開題哪壺啊 這一趟呢 是一個作弊滿滿的作弊之旅 所以 陳其邁在貼臉書的時候講了一句話說 歡迎蕭美琴回來為國家多做一點事 你寫錯了壹個字 歡迎蕭美琴回來為國家多做壹點幣 這才是當時場景的真實狀況 好 我們要看看啊 當時呢這個照片 他的背後還有另外壹張照片 就是陳其邁 當時 介紹了他的指導教授David Hale 給蔡英文 還有 當時呢格達費的醜聞 的 當事人 這個David Hale呢 是格達費的兒子的指導教授 而且收了壹個巨款 就在 他的兒子 畢業的那壹天 這筆款項 撥進了他的學術研究計畫 這個時候呢 這群人還跟 Anthony Giddens 倫敦政議學院卸任的校長 一起 愉快地用餐 還見了當時 因為格達費醜聞 當時的校長下台 他們的代理校長叫做 Judith Ruiz 這壹趟 蕭美琴攻在黨國 結果 陳其邁呢 忘情的 把這個作弊的過程給貼了出來 讓我們上網 狠狠地去追究了這件事情 好 這個LSE 2011 年6月發生什麽事 我們要來做個有記憶的人 我們在 2011年 6月份的這壹個時間 這個五人小組到底做了什麽 惡觀三的這本書 裏面的電子郵件 很清楚地說到 2011年曾經有人 要偷渡蔡英文的論文 到Sanning House Library 和IALS圖書館 最後被兩所圖書館給拒絕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看 蔡英文到倫敦政議學院 帶來一個沉澱澱的黑色的包包 這個包包裏面裝什麽 我們大膽推斷 就是那個要偷渡的論文 雖然有人說 你這樣講太那個啦 人家裡面搞不好 哈利波特兩本啊 對不對 但沒有打開來不知道 這樣說呢 也是就是有一點推測的味道 不過我個人認為呢 這個推測不算離譜 好 那麽我們要再往下看 就是這封信啊 到底說了什麽 就是在 這整件事情當中 曾經在2011年有人偷渡 但是被打槍了嗎 在惡觀2當中呢 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惡觀3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得來看看 當時啊 到底 他們這一趟做了什麽事 這裏面有幾個關鍵的人物 第一個呢 就是2015年 那麽 蔡英文呢 他博士畢業證書遺失 阿扁爆料嘛 大家有聽到嗎 他是找前國策顧問 黃國俊 英國通 因為黃國俊也是安排阿扁 到倫敦政經學院 接受Anthony Giddens 親自當時是院長 親自主持 還親自介紹了阿扁 還全程坐下來聽阿扁的演講 那麽 網友就挖出來這個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 呃 在 就是行 那時候 呃 蔡英文當過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也當過行政院副院長 2011年呢 陳其邁 蔡英文就跟Giddens見面了 陪的 當時陪的人 還有 當時的駐英代表 張小月 好 這張照片呢 就非常清楚 就張小月幹了什麽事情呢 後來 他一路升官 他在2012年 蔡英文 呃 就是他2012年呢 張小月卸任英國代表之後呢 他改住澳洲 到了2014年12月離開澳洲 跟李大維互換 他被調到了一個冷牙門 叫做北美事務協調會的主委 幾乎是外交官的最後一理路啦 結果 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後 立刻被任命為陸委會主委 可是他跟中國大陸是一點淵源都沒有啊 再過兩年 升任為海基會董事長 現在駐奧地利代表 那他到底是做了什麽事去領獎呢 好 我們就來看看了啊 那張小月 他呢 在管碧林所提供的蔡英文 2010年參選新北市的時候 繳交的倫敦政經學院的畢業證書 的認證 當時幫他違規認證的 就是駐英代表 張小月 很簡單啊 那個時候呢 我們在節目當中曾經講過 這個我要單獨抽一集出來說 因為 他是唯一一個 自己蓋章 自己認證自己的 你有聽過這種嗎 後來我們有很多網友全部走過一遍 還把他當年認證的整個過程 都給大家看 包括張凱鈞 包括我記得當時有好幾個人 還有包括 我媽媽的一個學生 特地給了我一疊資料 他說當時在 就在1980年 在張小月的 當任代表的時候 他做了很多的生意 所以他們很多的文件都要經過認證 他告訴我認證章是怎麽回事 他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認證章是 自己蓋章說自己的認證 自己來認證自己的章 他說不可能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好 首先我們要先來看看 這一個 蔡英文 在2011年6月份 他們去見了誰 這件事情 非常有趣 那去見誰之前呢 在機場的時候 他接受了一個訪問 這個訪問 我們先來看看 這是在12年前 出發到歐洲之前 在機場做的一個訪問 那我們知道你這一次回去 還會回到母校 這個回到政經學院 那你這一次是不是 因為之前前面的兩任總統 在這個當選之前都有回到 都有到這個政經學院做演講 所以那你這一次是不是有 這個所謂的 準元首的這個門票 這個意味在你 我是有計畫要回母校去拜訪 那麼跟學校的有關方面 交換意見 而且對國際的所關切的事務 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倒是沒有公開演講的一個計畫 不過呢 我在亞非學院有一個學術研討會 那麼主要的參加的是學者專家 那我們會對他們提出 對台灣的民主化的進程 提出來一個報告 然後我們會進行研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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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拿去 謝謝 我會請一個接 對 你從這鍋回來以後 還有一個 可以嗎 來 好 謝謝 好來主席請 好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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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蔡同學的論文 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請他們呢 是不是同時可以轉交給 Senate House Library 跟IALS 就是說曾經有人企圖要偷渡這本論文 把它鋪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透過正常的管道送到Senate House Library 跟IALS高等法律研究院 這件事情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期是2011 其實要去看看林環牆教授的報告 到現在為止 你再回頭去看看他三個月前寫的那一個 長達50頁的報告 你會發現證據每一個都非常清楚 而且余金再去回頭檢驗發現 每個東西都經得起考驗 好 他透露說因為他去探尋的結果 2011年曾經有人想要偷渡這本論文 後來被打槍 因為他們不收 他們知道這本論文不是真正的論文 拒絕了 我想稍微有點腦袋人都知道 怎麼可能有一本論文前後出這麼多的錯 也有一位網友整理了密密麻麻五六章 挑出了蔡同學這本論文至少超過一百個處 地方的錯誤一百個出處都是錯的 那這個東西當然我們有空的時候我們再來慢慢的談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一百個地方有錯 一千個有錯我也不覺得奇怪啊 那就他的手閘嘛 就像我手上這些筆記 上面寫的我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自己看得懂的字 如果說字上面有寫錯字有標點符號有什麼問題 我一點都不爭議 為什麼那就是我的手閘嘛 問題是你要拿你的手閘去當論文 那你也太欺負人了 所以2011年當然偷渡不成 好我們來看看囉 2011年這一年為什麼挑在這一年 為什麼挑這一年 這是有來龍去脈的 我們再回頭看看 2011年的6月10號這一張圖 我剛才提過嘛大家排排座 這個是陳其邁 小麥麥在他的臉書上面自己爆料2011年的6月10號貼臉書 也就是說2011年的6月9號 張曉月駐英國代表 跟蕭美琴跟陳其邁還有蔡同學曾經去拜訪了 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的院長紀登斯 那要幹嘛呢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 那張曉月扮演什麼角色 講到這件事情我們要再往前一年來看 這前一年發生什麼事 在2010年的8月31號 蔡同學曾經把她的學位 透過特殊的管道 取得了駐英國代表處的這個認證章 大家看這裡 為什麼說這是取得特殊管道的認證章 看看啊 駐英國代表處去認證了蔡同學的畢業證書 是2010年的8月31號去認證了她的學歷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奇怪在哪裡 各位看看 各位看看 我們來看看同樣是在2012年的 另外一個人 還有在歐洲其他的地方 包括英國在內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學歷的認證章長什麼樣子 好 大家來看看這個認證章 別人的認證章呢 住英國代表處 住歐洲其他地方的代表處 上面都蓋著一個車輪旗的印章 就是別人的章跟它長得不一樣 別人的章上面呢 有一個車輪章 這個章代表什麼呢 這個當長這樣子 就是蔡同學的有這個方的章 英國代表處 但是她旁邊沒有蓋這個章 好 那你說英國不一樣 那看看其他國家吧 好 來 我們看看囉 這個澳洲的 Australia 的認證也是一樣 而且這個章呢 這個車輪章要蓋在 要蓋在這個上面 核准的章的旁邊要切齊 這個有一點防偽跟迷風的味道在 所有人的章都長這樣 表示什麼 表示應該是經過了兩個以上的人 來核准的 但是蔡同學的這個章 就只有一個章 她跟別人真的都不一樣 那個車輪章不見了 不見了有幾種可能性 就是這個是找特殊管道 去幫她把它弄出來的 比方說代表處就直接跳過 就是可能是代表處處長那時候是誰呢 就是這一位張曉悅 這下就怪了吧 通通排排座 就是她 她呢很可能就只是她的秘書 就蓋了就出去 沒有經過正式的程序 因為這種事情有時候要做違法的事情喔 長官有的時候不太好交代下頭的人 乾脆自己叫秘書去做 好 這是一種可能性嘛 不然請解釋一下囉 總統府要不要開個記者會說明一下 為什麼別人的認證章都有這個車輪印 你的沒有 也就是說你的車輪章 你的這個認證章外觀認證章跟別人長得不一樣 當然前面陸陸續續有人說你的這個證書的簽名 跟張的那個方式排版都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我要講的是你真的到處都跟人家不一樣 非常奇怪 所以呢我們來看看 2010年的8月31號 你取得了你的這個證書在英國 我們的辦事處的認證章之後 好 這個部分我要問一件事情 英國代表處 你有沒有拿蔡同學的畢業證書 向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取得認證之後才蓋這個認證章 這件事情可以查得出來喔 因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要經過認證它有一定的程序 而且他們都留有紀錄 如果沒有的話 當初蓋這個章的公務人員 除非你已經銷聲匿跡不在地球上 不然包括張小月在內 你們會被追溯 會被追溯獨職 如果你還收了什麼鮮花啤酒巧克力的話 那很可能有對家關係 然後如果去吃了什麼大餐的話 這很可能有沒有什麼請託上的問題 簡單的講 你到底有沒有經過認證的手續 還是你呼嚨了一下就自己蓋了這個章 如果你呼嚨一下蓋這個章 為什麼你蓋的章跟別人不一樣 我想這個需要總統府加班一下來解釋一下 好 2010年8月31號去認證了這個章 那麼接下來呢 就陸陸續續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去認證這個章 因為2017 110年的9月17號 是蔡同學參選新北市長 要繳交這個學歷證書的最後一天 所以她必須趕在這個前面的兩個禮拜 好她去取得這個學歷的認證章 那麼在接下來 2010年的11月27號 蔡同學要選新北市長嘛 那麼最後輸給了朱立倫 那這個認證很奇怪 如果蔡同學你手邊已經有了 1984年的這個真正的證書 那你為什麼不拿1984年的去認證 諸如此類 那你這個1984年的認證章 為什麼又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2010年8月31號 不一樣 好了 那麼接下來就發生了2011年6月10號前後 這些奇奇怪怪的事 我們從犯罪心理學來講 就是蔡同學妳從1984年誤所 倫敦的那一段不堪的往事 妳很清楚 每天半夜呢 妳的這個靈魂會跟你對話 可以跟你講說 蔡同學妳鬧大了 妳一定要去處理妳的問題 妳要去面對妳內心的黑暗世界 不然的話妳早晚一天會被拆穿 到了蔡同學當了這個黨主席 選了新北市長的時候他知道 他接下來就進一步要選總統 這樣搞下去不行 所以他想要一次解決他過去 這三十幾年的荒唐歷程 於是他就提了這個公事包 開始自己跑一趟倫敦 來打通所有的關節 2011年的6月9號 他就去拜訪了紀登斯 旁邊還有陳其邁、蕭美琴、張曉月一起 張曉月就是那個我們懷疑 發了這一個認證章 卻沒有蓋車輪章 也就是說這恐怕是一個偽造的 或是不合規定的學位認證 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目的 不知道能不能叫做共犯集團 至少他們有個共同的目的 共同目的的集團 他們就在這開張會 所以有網友就笑說 這個就是可以一網成勤 一網打盡 嫌犯、關係人、當事人、證人 全都在這兒 一網打盡 就這張照片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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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蔡英文去2011年6月份去偷渡论文的五人小组 各个升官 肖美琴 谢志愿 张晓月 陈其迈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陈其迈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呢 我认为是猪队友帮的忙 蔡英文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一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史上最大的丑闻风暴 就是前利比亚强人格达费的儿子 Zaiv Gaddafi 被检举他的学位是买来的 还启动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内部的一个大的调查 最后一个退休的大法官 写了一个厚厚的长达400多页的一个裁定书 这里面呢 没有具体的说到犯罪 但是却指出了 Zaiv Gaddafi 他呢 一个研究计划 竟然呢 把这个钱捐给了他的指导教授 而这个指导教授叫David Hale 这David Hale呢 就是陈其迈 当前客 把蔡英文在2011年6月份 去伦敦政经学院的时候 引荐给他 另外引荐了给前院长Anthony Giddens Anthony Giddens 后来被英国的卫报太阳报挖出来 他曾经三次去了利比亚 到过格达费的家 请问他去干嘛呢 就在格达费的儿子Zaiv Gaddafi 毕业的那一天 同时 他的指导教授收到了一笔巨款 进入他的研究计划室 这一切都被后来追出来 那各位可能会说 那为什么Zaiv Gaddafi的事情 英国愿意追 蔡英文为什么不追 答案很简单 Zaiv Gaddafi的这件事情 是在他的父亲格达费 出了事情被赶下台 被隔壁之后 Zaiv Gaddafi去坐牢 在这个当下 英国的媒体 英国伦敦政医学院才出手的 所以人情冷暖 蔡同学 你行舟上高滩的日子快到了 你觉得伦敦会继续照你吗 他们会冒着自己的风险 而且他们是会被告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蔡英文在2011年6月份 去偷渡论文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去找自己法律系的老师 也没有去找任何相关的老朋友 却去见了完全不相关的几个人 而这几个人当时正身陷在 格达费的贿赂学位的丑闻风暴 就在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狗仔盯着的时候 我首先不明白的是 蔡英文去干什么呢 我们做个有记忆的人 回到四年前 政经关不了 在四年前就已经踢爆过这段历史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很多像马英九这样子的 位高权重说话有公信力的人 继续追 非常可惜 所以当时韩国瑜的这一组候选人 错失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核爆弹 四年后 这个核爆弹更大了 因为萧美琴回来选副总统了 这个球谁接得住呢 我不知道 不过我们做个有记忆的人 我们回到四年前 政经关不了 在2019年的11月9号10号 揭露了这一段丑闻弊案的片段 刚看到嘛这一张照片上面是当时的驻英国代表张晓月 我们就发现就在2010年的时候蔡同学要去选新北市长 所以他的毕业证书呢需要一次认证 认证的过程 他的认证章跟别人很不一样 别人呢都加盖了一个车轮章 而且是其逢的 那他的没有 所以让我们怀疑他这个认证 到底真的认证还假认证 好这恐怕总统府要加一下 反正为什么别人的章跟他的不一样 第二个呢坐在旁边的就是纪登斯 纪登斯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纪登斯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他曾经被卫报严重质疑说他去跟格达费亲自拜访了三次 那因为格达费捐款这件事情呢 跟他的儿子萨伊夫格达费的这个所谓的学位有密切的关联 导致当时的伦敦政经学院的院长黯然下台 还有一位格达费的指导教授 因为也担任他的基金会的负责人而黯然下台 这一连串的事情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扫到的就是纪登斯 因为他最后的卫报记者还有这个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到底跟格达费见了三次面试在干嘛呢 他不回答 不回答呢就让他躲过了这个一截 因为后来也没有查到 或者是他藏得很好 没有查到什么相关的犯罪证据或者接受任何的金钱 而卫报记者也问他说 到底你跟这个格达费之间有什么样的金钱关系 他不回答 那就让这个事情风波就结束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 他有乔的个性 后来阿扁的爆料 说这个2015年曾经拖关系去找过了这个Giddens 纪登斯就他 希望能够帮忙处理蔡同学的证书补发 再证明一件事情 要乔是找纪登斯就没错 好 那另外肖美琴跟陈希脉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我就不知道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有趣了 好 这张照片是蔡同学拎着一个公事包的背影 这个公事包就很有趣 那里装什么东西啊 大家就说是那本黑皮书吗 这中事包沉甸甸的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功败垂成 我们这时候不是在问说2011年到底谁想偷渡一本论文 进到英国的Senate House Library 我的判断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在这里 本人亲自去偷渡 我相信纪登斯呢 当时应该有收下来 通常不会这么不给面子 各位委员要不要去查一下台湾有没有透过各种任何形式 去捐助或者去跟纪登斯他所自己开的一个公关公司 有任何的关联 他这个公关公司呢 就是一个专门负责Lobby的公司 待会我们有名有姓的再谈出来 而且这个公关公司另外一个合伙人 更是鼎鼎有名 也涉入了格达费事件 那么他是格达费的指导老师 好了讲到这我忍不住了 要继续往下讲了 嗨就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叫做 Academic Lane to Gaddafi's Fugitive Son Leaves LSE 就是这个 学术事件是这个格达费的儿子 那个时候是逃犯 因为格达费下台之后 他被通弃 离开了这个LSE 为什么呢 因为格达费的老师叫做David Hale was advisor to Saif Asalam Gaddafi at the university director of research program founded by his charity 就是说这个格达费的儿子 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一个慈善基金会 当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研究的director 就是主任的这个人叫做David Hale David Hale的呢同时就是格达费的儿子的指导教授 你看看他收受了格达费的儿子的指导教授赞助的那个钱 在当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然后格达费的儿子又被认为有对价关系去买了一个学历 那那个论文后来被人家揭穿说有很多代钞的这个枪手刀 枪手写的嫌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格达费的儿子曾经去制造了一份论文 或者是制造了一个证书 好歹人家也在那边念完了 就因为这样他的指导教授David Hale 被迫离开了伦敦大学政经学院 好转往了其他的学校去任教 简单的讲也是下台了 好这一位叫做David Hale David Hale同时也是陈其迈去这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镀金的时候 他的一个指导的教授 那就很巧了 根据这个Wiki跟Guardians在2006、2007年的这个故事当中 可以看到格达费的这个儿子的指导老师这个David Hale 曾经透过公关公司The Monitor Group 在这个指导当时的这个格达费 在把这个他的相关捐赠的这个program 怎么样偷渡然后去洗白 整个格达费在世界上的形象 所以他这个公关公司呢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老板 一个就是这个David Hale 另外一个就是纪登斯 所以这两个人呢 美其名是英国的一位望重视灵的学者 事实上就他们的著作来讲也是 但是这两个人很会瞧 他们一方面开公关公司 然后一方面接受大笔的金钱援助 然后一方面呢去帮助这些世界各国的政要 去洗白他们的学历 偏偏就在政经学院两个曾经涉案 而且被报纸揭露过的两个人 都跟蔡同学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蔡同学在2011年的这个伦敦政经学院行 应该是她1984年毕业之后 应该是第一次回学校吧 什么人不去拜访 怎么就去拜访这些奇怪的人呢 这一张桌子我们来看看 顺时针看看这个左边这位 左上角这位就是David Hale 中间这个笑盈盈的就是蔡同学 右边跑了一个奇怪的人 这不是这不是谢大使吗 你没事叫你去修脚踏车 脚踏车怎么不修啊 你不修脚踏车也没事 然后叫你去做打游师 跟你讲这个打游师叫你对一对 你也对不出来 好我那时候不是写了一个打游师吗 我说柏林都柏林都有柏林 狗腿真狗腿真是狗腿 请谢大使能够帮忙弄个打游师 因为他那时候在消遣我嘛 我说我要去柏林找他 他跟我说请你不要跑错 不要跑到都柏林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打游师 柏林都柏林都有柏林 狗腿真狗腿真是狗腿 请谢大使闲闲没事对个对子 他对不出来写了一大堆 我看不太懂写什么东西 他果然闲呢 还真的跑去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一起 当然这个时候老板嘛 老板来欧洲大腿要赶快抱 怪你看看哈 这几个人不约而同的 在这一次蔡同学的博士论文当中 对号入座跳起来当护卫军 为什么这时候我终于搞懂了 为什么谢大使谢志伟会出现在这一群人当中 这不是个侨王的聚会吗 左上角这个人就是David Hale嘛 就是那个因为格达费事件 离开了伦敦政经学院的那一个 被认为利益没有搞清楚 一方面指导学生 这个学生是格达费的儿子 这格达费的儿子论文写的是2266的 后来被人家揭露 那么得到了一个博士学位 这个背后竟然是这个儿子的爸爸 捐了大笔的钱 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然后又让他去当北非研究计划 后来这个变成非洲研究计划的一个director负责人 那当director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资源有钱呢 这有什么好处 好处很多嘛 所以怎么搞得这些桥的人都在一起 而且我们再仔细想一想看 这个桥的路径不是很像吗 我们来看看格达费怎么样去把手伸进去 帮他的儿子搞到一个学位 就是捐钱呢 捐了多少钱呢 他捐了100万英镑 但是这个100万英镑呢 直接拨到这个David Hill 就是刚刚这个人的研究室的 只有30万英镑 所以我们要讲台湾还是比较有钱 中华台北还是比较有钱 直接就拨458万英镑 但是唯一的不同是 格达费的这个基金 好歹是去捐赠了这一个北非的研究室 而不是捐赠给David Hill 本人 如果是本人的话 我告诉你David Hill 可能坐牢了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48万英镑 捐给了师方Long Fellowship 点名之给这个人 那他们两个都有什么共同的任务呢 就是捐赠这David Hill 的这个研究基金 最后虽然不一定有直接因果关系了 因为这个因果关系真的坦白讲很难查了 你可能可以说 你看我收到钱的时候 这个我的学生已经毕业了 论文写的差不多了 前进还是后线 你说很难查 到底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很简单的 目的达到了格达费的儿子 确实拿了个博士学位 然后这个David Hill 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他的指导教授 也确实拿到了一笔很大的资金 在他的研究室当中 那这跟师傅弄台湾研究办公室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一样吗 台湾研究室 不是也是拿了一笔48万 将近3000万台币的资金 然后他的目的不是去把 This is a book 变成一本论文吗 所以这个前前后后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 终于搞懂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 我要讲的是 我今天在回到Universal Wisconsin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在2000年左右吧 我曾经回到Wisconsin去当访问学者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很高兴地去找我的指导教授 Jack McCloud 跟他讲说 Hello Jack I'm back 我回来啦 嗨 你好吗 啪啪啪啪 那当然我回去之前 我先跟他讲说 我怎么回来 所以我去看他 他看几个老师 Michael Favre 当时我的很好的老师 一师一友的恩师 可是蔡同学这个人很奇怪 我感觉这人没回没没赛 他回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当然他的老师挂了 但是那个年代 2011年的时候他老师还活着 只是他还没 他已经离开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他也没去找他 Michael John Elliott 他没去找他 然后他也没去找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其他老师 因为一定上过其他老师的课嘛 没有去找任何老师 跑去找这几个 专门负责乔士的乔王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找那个卸任的校长 找当时的代理校长 这一张图当中去找了他当时的代理校长 叫做Judith Ries 2011年的时候 因为刚好就在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 去找了Judith Ries 但是可能是因为那个时间非常敏感 所以看起来显然 因为格拉斐事件的爆发 显然 Giddens 要帮他的忙 没有完全帮成 也就是偷渡这本论文 那大家就在想说 哇那个厚厚的手提包 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那个大小有点像 This is a book 就在这一年同时发生几件事 我们重新来复习一遍咯 2010年 蔡同学又要选新北市长 她的学历总要见阳光 这是她学历第一次必须去面对世人 所以呢 她就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有没有去不知道 她就至少找了我们的外馆 在英国办事处 帮她盖一下学历的认证章 但是这个认证章出自谁呢 出自张晓月 那时候英国伦敦的这个办事处的代表 所以你后来没有发现 张晓月明明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党员嘛 她一路高升啊 张晓月就是党国栽培下来的 算是蓝营的留下来的技术官 她一路高升 那么高升没有关系 你能力好 那我要讲的是 那个时候你去找外馆认证 人家就是明明张就是有两个 你偏偏就只有一个 你就是少掉那个盖的 骑逢张的那个车轮骑的张 所以 这个柯南的故事可以这样写 2010年 蔡同学发现 她呢 这个19842010的这个相简是26年前 26年前的荒唐是 总要见公婆了 没办法了 所以呢 就拜托英国外馆 看可不可以便宜形势 不要找这个伦敦政经学院去验证 直接盖个章给她 那你可能会说那时候又不是国民党 国民党开的又不是民进党开的 可是我要讲的是 其实很多桥事情 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是没有 没有奋计的啦 是没有界限的 那盖了这个章又盖的跟别人不一样 好 那这个时候她就去参选了 我发现她应该是在盖这个账的过程中很多的困难 所以呢 她第二年想说不行 我2012年 接下来我还要选总统 还要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公职的可能性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论文的事情跟我的学位的事情一次搞定 于是隔了一年 亲自去拜访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代理校长 专门负责的两个侨王 两个格拉费事件都有涉入的在外面开公关公司的两位教授 一个就是David Held 一位就是Giddens 看能不能把整件事情一次解决 所以呢 刚刚看到的大家看 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格案打牛 所以也看不出来这个 这个沉甸甸的袋子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但是2011年同时发生怪事啦 就是林怀江教授讲的 有人曾经把一本论文想要偷渡到Sandy House Library跟IALS 去把蔡同学的论文把它递进去 这个人是谁呢 在这里我们强烈的怀疑就是Giddens 如果我们再把阿扁总统的爆料对在一起 这三件事情可能就兜出来了 阿扁总统爆料的证书时间可能跟这个2011年有一点距离 不过论文的事情就在2011年有人偷渡进去 所以可能Giddens在某种情况下 用公关公司的手法政治公关的手法 可能接受到了一笔委托 然后要把蔡同学的论文跟证书都合法化 就发生在2011这个奇怪的年代 在拜访了Giddens之后 就有一个奇怪的人试图把蔡同学的论文 偷渡进到了英国的伦敦政经学院 跟Senate House Library跟IALS 所以这一切就在误索伦敦的同时 增添了更神秘的面纱 各位同学做作业 今天作业比较有趣 就是把几张照片 大家来看看 这是蔡同学跟Giddens的照片 这是蔡同学在背影 左边是陈其迈 右边是蔡同学 陈其迈你也太没有礼貌了 为什么不帮Lady提包包 要让蔡同学这么沉甸甸的包包自己拿 我相信 蔡同学一定跟你说 不要不要不要 这我自己拿 不不 我自己拿就好 我自己拿就好 因为这本 This is a book 绝对不能在别人手上被发现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张照片很奇怪了 你去找了这个David Held 到底要干嘛 我们也不知道 那David Held 跟你之间也没有关联性 他唯一的一个扯上国际的丑闻 就是他是格拉费的儿子的教授 然后他又是格拉费的基金的这个director 就是主任 这一点利益回避都不做 后来又发现说格拉费的儿子拿到的 这个学位是半买半送的 论文好像也是奇奇怪怪的 最后你黯然的离开了伦敦政经学院 那请问蔡同学 像这样争议的人物 要是我们的话 躲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会去找他呢 找他干嘛呢 也许就是看中 他跟Giddens 的公关瞧王的能力 瞧什么呢 这个格拉费 瞧的是他儿子的学位 请问你蔡同学你要瞧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你瞧什么 但是同一年发生的怪事就是 曾经有人想把这个This is a book 镀进英国的三大图书馆 让他变成有名有份 正式合法的学术论文 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些照片啦 然后这些照片 你看这里面有 有当时的代理校长 2011年的代理校长叫做Judyce Ratz 然后这张照片呢 很奇妙的是 右上角还有 驻德国柏林 不是都柏林的大使叫做谢志伟 这干你啥事啊 好 然后这张呢是这个提着 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的沉甸甸的东西 好 那么这个就是蔡同学 跟这个很争议的David Held 在外面开政治公关公司 曾经被指控 是偷渡了这个 这个格拉费的儿子的这个学历 好被指控 然后也收受了这个格拉费儿子的这个捐赠 到他的基金会的这一位David Held 然后离开了 就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离开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还有呢 这个照片当中出现的张晓月 是那个时候的英国驻的 台湾的驻英国代表 那张晓月的角色 跟蔡同学 别人的这个学历认证章 都有车轮期 你没车轮章 你没有 你的一生跟别人都不一样 你的认证跟别人也不一样 就少一个章 这个重要的章没盖 你这个认证是真的还假的呢 那这件事情 跟张晓月有什么关系 我想这一切事情 有待各位网路上的柯南 让我们继续追下去 就当我们的作业吧 期中考快到了 那这个学期课如果上不完的话 当然会上下学期 有人问我说 这堂课开到什么时候 开到选举结束吗 我说不是 本节目不是因为选举而生 我们追蔡同学的论文 也跟选举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说 如果这样追下去 那蔡崇徐落选 如果韩国瑜当选怎么办 我说没有怎么办 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子 不是假当选就是乙当选 要不然就丙当选啊 那对于一个媒体来讲 如果我们成天想的是 谁当选怎么办 那这媒体还有公正性吗 还能不党不私不卖不忙吗 所以对我们来讲很简单 我们挖掘真相 不达目的 绝不终止 就是不能波云见日 我们的调查是不会停止的 至于这中间有没有选举 选举谁选上了 哪个党执政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本节目一向说的是 本节目要花90%的力气 监督执政党 这是媒体的职责 以前我们监督马英九得罪了很多的蓝粉 我们监督柯文哲得罪了很多的科粉 都是因为他们在执政 现在我们监督蔡同学得罪了很多的liar infant 那是因为他在执政 很简单 对政经关不了的团队 从政经现实批 政经看民事一路以来 我们大概也不过就不到10个年轻人 加上我最年轻的年轻人 我们的信念很简单 替大家守住2.5兆的预算 看好40万的公务人员 就这么简单 谁执政 我们加码监督谁 那么现在的总统是蔡同学 她马上要竞选连任 她的诚信不重要吗 如果说她今天的这个民调只有5% 也许这件事情我们的火力不需要这么集中 但是看起来会继续连任 当然她连不连任 还是回到我们的初衷 这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但重要的议题是 发生在现任的元首身上 她的诚信问题 这个不只是撒个小谎 这不是我的指导教授已经挂了那种小谎 或者是这栋大楼是谁盖的是我啦 这个叫做吹牛层次 这叫做很不入流的吹牛 但是这个呢 这叫做诈骗 这叫degree fraud 这叫做诈骗 诈骗是可以跟警方报案的哦 所以在英国的朋友们 他们去向英国警方揭发这件事情去报案 看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继续且战且走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分享的史诗篇的23-1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心灵上的物质上的 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牧羊人 我们一定不会缺乏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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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